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负号没有弄进来 α2是等于β2zcosθt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负号去掉就好了 其他都是对的 这个负号不要就好了 这个在你们讲义的二十页 第二十页 讲义的二十页 那你可以把它更正过来 再来呢 我们就看 你们第二十页 靠很下面 α 应该是α2 不是αz α2 α2 α2等于 jβ2cosθt 那这个呢 负号 上次这里有个负号 我已经把它去掉了 你把这个负号去掉 这个在二十一页的最下面一行 这个更正了 然后呢 我上次漏掉一个 漏掉一个part c 那part c 那也在 讲义上都有 讲义上都有 就是要求这个坡 垂直偏证坡的 穿色系数 穿色系数 那么它表示是 公式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我们题目给你的是 它的界电常数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α1 α2 用这个来表示 就画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讲义上也有这个 原来就画好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cosθt是0.94 0.94 OK 这个 ε2r是1 ε1r是81 81 所以我们就 这是cosθt 那它是负的 j2.91 没错 然后呢 我们把它计算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最后的结果 我们把这个 这个要画成什么呢 画成幅数的极形 极座标形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画成极座标形 然后2除1.06 就是1.98 然后这个exponential 负j19度 变成分子 就变成 exponential j19度 这个part c 我上一次漏掉了 你把它补上去 好 那么这个例题 我们讲完了 再来呢 我们就看 第九个例题 第九个例题 这个例题 这其实是你们书上的习题了 而且这个题目 有好几个题目 确实不容易做 我就在这里做给各位看 这个图 它是一个临近 三临近 它是等一三临近 这个夹角呢 是90度的 我们现在假设 就是说这个 这个玻璃呢 它的界电常数 YR是等于4 现在要计算 从 入射光从这里进去 然后全反射到这个面 再经这个面 全反射就出来了 是计算 从临近反射的光线 是入射光的几层 百分之几 那么我们当然要把 假设入射光已知 你就把这个光呢 你看 它在 穿射的时候 它有一部分反射掉了 所以穿射波 它的 intensity 不会比入射光高 因此它就已经打了一个折扣了 然后全反射 我们就当作它 没有耗损 可是 它在这个 穿射的过程里面呢 也有反射 所以又反射了一部分 再穿射出来的这个坡 又打了一个折扣 所以呢 这两个折扣相成 就是等于入射光所打的 总折扣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入射光电场的正幅 是这个 这已知 假设它进去 这是 incident wave 在第一个界值 第一个界值的incident wave 然后它 为什么要写这样子呢 因为它在 从这里再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入射波呢 是从第二个界值 入射了 所以那个时候是 EI2 现在是EI1 我们假设它是expansion 它的 正幅 EIO 你写EOI 我都是用EOI 很多书上用EIO 你如果要前后一字的话 你把这个改成EOI 好 这假设已知 由于垂直入射 于 这个斜面 这是 这个直角三角形的斜面 它的斜边 那么 它的入射角 就是零度 因为normal line 就是这一条 那么它穿射角 也是零度 穿射角 也是零度 那么 穿射技术 Tor 它是等于 那么 我们看这个 垂直 就是说你不管是垂直偏正光 还是平行偏正光 都一样 都一样 因为它是normal incident normal incident的话 这两个的值都一样 这是平行 平行偏正 都是Tor 它就等于 ETO over EIO 这个最好我们改成 EOT over EIOI 那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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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A over ETA 加ETA ZERO ETA是玻璃 里面的 ETAZERO 是空气里面的 这个其实就是 NORMAL INCIDENT Wave 它的 穿射系数 好 它穿射 穿尽 临近的时候啊 它电厂的 正幅 电厂的 正幅呢 就是等于 就是这个 因此它的 正幅呢 就是 2 ETA over ETA 加ETA ZERO 乘上 EOI 这是穿尽 临近时候的 这个 正幅 好 这个 穿尽区的 正幅 我们也知道了 那么 入射坡的 正幅 就是EIO 对不对 好 那么 现在我们看 入射坡 与穿射坡 磁场的 正幅 分别为 我们求 H厂 H OI 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 ETA Z 这是 传播方向 我们当做是 Z 方向 Z 方向 Cross A X E 我这里 跟着呢 EOI EOI 于是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正幅 它的方向 Z AZ Cross AX AY AY 好 那么 正幅就是这个东西 正幅 EOT Over Eta Zero 就不理它 这一行就是它 OK 好 我多写了一行 入射波 是平均功率密度 就等于 入射波 这是incident 这个是 功率密度 的平均值 它的 二分之一 real EOI cross E H OI 的star 它的complex conjugate 那我们把这两个cross 以后 它就变成 AZ AX cross AY 是AZ 然后这两个平方 EOI的平方 被 两倍的 Ata Zero 来除 好 然后 这是入射波的平均 功率密度 穿射波呢 它是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或者Average Power Density Transmitted Wave Transmitted Wave 的 Average Rail 电场 Cross H场 的 Complex Conjugate 因为这两个 它的Face Factors 都一样 而不是Face Factors 都一样 因为 临近 它是一个 纯界电池 纯界电池 它就是 一个时数 就是它的A 它是一个时数 因此 它们的这个 Face Factors 都一样 所以这个 一cross 这个就消掉了 那就等于 它的 正幅的cross 就是这个 cross 这个 然后它等于什么呢 Ax cross Ay 是Az 然后我们把这个乘起来 它就是等于2 2A 分之1 这个跟这个一样 就是 这两个都一样 所以就是平方 这个东西 它就是EOT EOT OK 所以它是EOT的平方 被这个除 我们就 看到了 第一次 穿射坡的平均功率 是这个 第一次穿射坡的平均功率 好 然后我们看 第一次 穿射坡平均功率的密度 比 第一次呢 是第二 是 第一次 比上入射的 功率密度 是把这两个比值啊 比一比 它就是这个数 OK 一个A 这个拿上去 ETA0 2跟2 消掉了 就是这个 然后 EOT 是等于这个 EOI 是这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 EOT 都消掉 单位向量 消掉 那么就等于 四倍的 ETA ETA0 over ETA0 的平方 那么 我们现在 把ETA提出来 ETA提出来 就变成 ETA平方了 上面约到一个ETA呢 分子就变成 ETA0 overETA 这个就变成 E加ETA0 overETA 的完全平方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比值啊 就等于 E加 YR 因为 有一个是空气 空气的 YR 是等于 E了 所以 就 这个是 跟这个 成反比 那么 算出来 你把这个 YR 等于 4 带进去 我们把这个值 算出来 是 0.89 所以 第一次 穿射的时候 它的 Power Intensity 就 剩下 0.89 了 好 那么 光线在 零境内呢 然后我们就算 算这个 光线 在 零境 里头 做 二次 反射 二次 全反射 这个时候 没有耗损 然后 光线在 从 斜边 从这个斜面 穿出来的时候 它的 穿射 系数呢 现在就变成 这个了 那 这个是 ETA2 这个 ETA2 这个是 ETA1 就是说 玻璃 现在要算 ETA1 空气 就算 ETA2 因此 这个式子 变成 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 入射 与 穿射 波 它的 电厂 入射波 跟穿射波 的电厂 正幅 分别 是这个 这个 G是 代表 GAS 就是 临近 PRISM 是临近 好 那么 入射波 现在是这个 我是用这个来代表 在玻璃里头的 入射波 它穿出来了 这个就等于 玻璃里头 等于原先 我们前面 第一部分 讲的 EOT 因为 它穿进去 以后 做两次 全反射 它没有耗损 所以它就是 穿射进去的 这个 EOT 大小 等于这个 然后EOT 在玻璃里头的呢 就等于 穿射系数 乘上 它在玻璃里头的 这个值 好 那么就等于 Tor 乘上 因为 因为 这个 它就是 EOT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 这一项 Tor 乘上 EOT 然后我们就可以算 第二次 穿射功率 与 入射功率 密度 的 比值 把这两个 比一比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 值 先画成这样子 EOT G 就等于 EOT EOT 它是等于 EO Tor EO I 这个写错了 这个 这个改一下 EOI的平方 EOT 因为它第一跟第二 现在变掉了 变了 是EOT 是EOT 没错 所以它现在 两个 介质 对调 第一次的 第一个介质 是第二次的 第二个介质 好 我们把这个算一算 等于 这个 然后 这算出来呢 这个 乘出来呢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ETA0 跟这个 约到一个 剩一个 对不对 好 然后 四倍的ETA ETA0 over这个 这个算出来 是 0.89 所以它总的功率密度比 就是第一次的 比上第一次的功率密度比 乘上第二次的功率密度比 0.89的平方 是0.79 所以反射功率 就是说这个 临近的总反射功率 是等于 是等于入射光的 0.79倍 就是 百分之 七十九 它损失了 这个 百分之 二十一 好 这个是 这样的题目 你第一 跟第二个介质 你怎么表达 可能换来换去 可能有问题 那所以我这里 做给各位看 好 我们现在看 第十个例子 8-10 好 有一个 均匀的平面坡 它的电场是这个 各位看这个就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 平行偏证 平行偏证 那 图 它画出来了 如果 它没有画图的话呢 你可能要 自己判断 它是 是怎么个情况 判断说 入射线 是从这里进去 反射线 是从这里出来 否则你画成这样子 跟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图 就不对了 就是以后你就算的 就会算错 好 从YR 等于4的这个 界电值 就是这个是 它的Y 等于4倍的Y0 这么斜色 进入于空气 这就是空气了 这个就是空气了 那么这个是某一个界值 那就是这个 像这个图这样子 它的 反射波呢 可以写成这样子 它都被你写好了 所以你看看 你看看你 对不对啊 如果这个是 从这里反射的话 它的行径方向 你看 行径方向 这用AX 这是AZ 表示 这是行径方向 行径方向 Z是负的 X方向是正的 所以这个 没有问题 好 穿射波呢 可以 表示为这个 穿射波通常 它的EI 跟E T 方向是 一致的了 因此呢 这个 不是它已经告诉你了 你不要去 上脑筋 这个 这个当然一致 这个跟这个 入射光是一致的 它的H厂也告诉你了 是等于 这个 EOT 被A2来除 它是什么 Y偏证 Y偏证 OK 我们比一下就知道了 E Cross H 是行径方向 所以H是 Y偏证 好 现在要你求什么 求反射角 的 余旋函数 反射角的 正旋函数 穿射角的 余旋函数 穿射角的 正旋函数 还有 Beta1 第一个戒指里头的 Beta1 跟第二个戒指里面的 Beta2 好 Part B 要你求 穿射坡 它的大小 正伏 就是正伏的大小 这个改成I Eoi Eoi 跟Eot 它的政府 然后再求 穿射坡的 平均功率密度 穿过去的 这个坡 平均功率密度 有以上的结果 讨论 穿射坡的特性 穿射坡 有哪一些特性 OK 好 现在我们来解 因为第一个戒指 跟第二个戒指 它的一些参数都告诉你了 像mu 啊 epsilon 都告诉你了 因此我们就先把这个 eta算出来 eta1 它是根号 mu mu over epsilon mu1 over epsilon 1 mu1 它是等于mu0 乘3 muR1 muR1等于1 非磁性物质 都是这样子 然后 epsilon R等于4 所以这就是 4 乘成 epsilon R 好 那这个 4可以开出来 变成二分之一 根号里面 mu0 over epsilon 0 它就是真空里面的 固有主抗 它是120 欧姆 那这约一约就是 60 π欧姆 eta2 因为它在空气里面 就是120π欧姆 因为从这个式子 我们从这个关系 我们就知道 eta2 要等于两倍的 eta1 这个关系我们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把入射波的 行径方向 写出来 这根据图 根据它的图 Ki在这里 行径方向呢 Ax 这个是正的 Az这个方向 也是正的 所以它就是等于这个 好 入射波的一般向量形态 我们就可以把它表示成 这个形态 你看 E Oi 然后这个呢 根据这个图 Ei在这里嘛 对不对 所以 它的两个分量 Z是 负的 Z Z是负的 然后 X呢 是正的 你根据这个图 你画一个三角形出来 把这个算出来 你看 是这样子的 Exponential 负Jbeta1 这个就是把这个值 Ki Ax换成X Az换成Z 就是了 然后我们把 这个是我们写出来 它的标准形态 现在它把数字告诉我们了 说 已知啊 入射波的电场是等于这个值 根号二分之一 Ax换成Az 然后这个括弧呢 它是写Jx加Jz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两个比一比了 比较的结果 我们就发现 Beta1 SineI 就相当于1 好 Beta1 CosineZI 这个乘CosineZI 也等于1 也等于1 因为这X的系数 是1 OK 这是Z的系数 也是1 好 把这两个 除一除 这个除这个 Beta1 消掉了 SineZI overCosineZI 就是TangentZI 等于1 那就表示 它的ZI 入射角 是45度 好 入射角是45度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入射角的正弦函数 跟鱼弦函数 跟鱼弦函数 SineZI 45度 等于CosineZI 等于根号 二分之一 好 那于是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Beta1 就等于 或者带到这里 都一样了 等于根号 二 个Radian Parameter OK 你这个单位 要写出来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反射坡 反射坡 反射坡呢 它的入射角 反射角 等于入射角 这个是 不管你是 什么偏正都一样 平行偏正 或者是垂直偏正 都一样 这是SineZI 45度 可见呢 这两个角的正弦 与余弦函数呢 也是根号二分之一 然后我们有 Snail's Law of Refraction Snail's Law的 折射定律 有这个关系 于是我们觉得 N1 SineZ SineZ ZI 45度 要等于 1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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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空气 空气的折射率 是1 是1 于是 我们就得 SineZ 的T 是等于 根号二分之一 的N1 N1 这是 玻璃的折射率 但是它没有 告诉我们 折射率 它告诉我们 这是它的 界电常数 那么 我们就把这个 化成 界电常数 OK ETA1 在玻璃里面的 不是玻璃 这是 这个界值 OK 它的光速 在真空的速度 真空里面的 光在真空的速度 比上光在 这个界值的 像素 好 这个一比 C是等于 根号 μ0 ε0 分之1 那这个呢 它是等于 根号 ε0 ε是4倍的 ε 然后 我们知道 这本来有 这个μ 什么 ε2 μ2 都是1 所以我们 就把它写成 μ0 这两个约掉 ε0 也约掉 所以这个就是2 那 sinc的t 等于 根号2 分之2 那就是根号2 这个 等于根号2 其实可不可以等于根号2 可不可以等于根号2 不可以 因为根号2 大于1 sinc的值不可以大于1 所以 我们看似不合理 但是我们就 摆在这里 等等 看它的cos t cos t c的t 1 减3平方 c的t 等于1 减2 开根号 那就是 负1 负1 负1的话呢 这应该等于正结才对 这个正结 负1 负1 等于这个 是omega 是omega 根号 epsilon 1 乘上 m1 那就是这个值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omega 根号 epsilon 0 乘以epsilon 那这两个 比较一下呢 epsilon 1 epsilon 2 等于2分之1的epsilon 那就等于2分之2 根号2radius beta1我们刚刚是不是求出来了 beta1是根号2嘛 对不对 根号2 所以2分之根号2 那就等于根号2分之1哦 好 所以他第一个 第一个要求的是 这几个值 这几个值 OK 这几个我们都求出来了 好 现在求入射波的政府 跟反射波的政府 我们可以看一看 题目 题目是这样子 没错 face我们就不管了 那么这两个分量 分量 那就是等于 1平方 加1平方 它的face不管了 face是 actangent-1 我们不管 根号2 就等于一个volt per meter 好 那么我们现在 看它的 平行偏正 平行偏正系数 那么 我们要求什么 还要求 穿射波 那穿射波 我们就 不必要 把它的总电场 求出来 然后根据边界条件来求 它的 穿射波 带这个 带这个 heta2 等于 两倍的heta1 cosnc的t 这个应该是 正的才对 刚刚 cosnc的t 根号 负1 根号负1 它是等于 正J 所以这个计算 就有问题了 这是正的 OK 这是正的 好 那 heta1 cosnc的i 根号二分之一 然后这个也是 二 这个是负的 这个就变成正的 就对了 这个都改成正的 写错了 好 于是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这都是正 因此下面这个呢 应该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那这个呢 就是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我们现在这样子了 因为我这里改不方便 我们就按照 这样子做 就假设这个对 但是你们回去把这个 更正一下 OK 如果这个是对的话呢 它就是这样子的 A条文都消掉了 符号拿出来 1加 二分之 根号二 这个也是一样 变成 提出一个根号二 出来 提出一个根号二 这就变成 1 减 2 根号二 然后这个是 提出一个根号二 就是1 照这个数字是加的 我们把符号拿出来 变成正的 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么 这个是一个 符数 那我们 以后要用乘法 来求它的反射系数 它乘上 EOI 就是反射系数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直角形的 把它变成 极坐标形 这个变成它 那你可以有一个办法 这个变成 直角形 这个也变成 直角 这个变成 极坐标形 这个变成 极坐标形 上下 比一比 就是这个 OK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穿设系数 我们现在就假设 这个是对的 你回去把这个 改一下 看看正的 应该是什么值 OK 好 ETA2 两倍的ETA1 2 cosin theta i 两倍的ETA1 负J 加上ETA1 cosin theta i 好 把这个算出来 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个你只要算 这个就好了 这个 这个就好了 它的极坐标形 算出来 然后4除上 这个大小 这个大小 应该是3 三分之四 然后这个是 它的face OK 好 那么我们看 以上的结果 满足这个关系 那么 我们要check一下 到底满足不满足 那算算看 很凑小 这个也 也都对 那么 你们回去 把那个J改一改 看看 负J改成正J 看看 OK 好 那么 我们就知道 这个反射系数 它大小是这个 那就显示什么 这个坡 它做的是 全反射 全反射 这里已经告诉你是 全反射了 可见 前面那个 穿射坡 是不存在的 穿射坡 等于三分之四 它的系数 三分之四 这个不对 因为它一定要小于一 它不可能 就是 这个 加上这个 它不可能是 大于一的东西 所以说 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 这个坡 它没有反射坡 仅仅 没有穿射坡 仅仅 只有反射坡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反射电厂 正伏 它就等于 只看正伏 那就是反射系数 沉上 陈上 入射坡 的正伏 因为这个 这个里头 这个里头 可能会有一些 复述 但是我们取 real 的话 取real 的话 那这个就是 它的大小 你看我们刚才算 这个会有 如果是复述 我们就把它的 大小 乘上 E Oi 这个大小 我们看看前面 那个 它大小就是 E 绝对就是 E 它等于一个 Volte per meter 穿射 电厂的正伏 是等于 穿射系数 乘上 E Oi 的正伏 取绝对值 然后这个就是 三分之四啊 我们还是照它 我们知道不可能 我们还是用它 呈上这个 它大于 E Oi 这个不合理啊 所以它 穿射坡的正伏 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这个 反射坡的正伏啊 是一个 Volte per meter 好 穿射坡 我们把它全部 写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要算什么 算它的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 一定要有它的 磁场 有磁场 那么穿射坡 本身是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角度 带进去 好 cos θ t 负 j sin θ t 负根号2 然后这个呢 把θ t θ t 带进去 sin θ t cos θ t 带进去 然后它就变成这个字 变成这个字 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两项啊 有一项呢 这个exponential上面是 时数 可现在这个是一个什么 衰减因子 这个是项因子 这个是项因子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然后就用这个值来算它的 穿射坡的h场 ay h场 那么 因为h场它是一个垂直偏正 你最好还是怎么样呢 你就用这个k t cross cross et 然后把它算出来 它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cross 它是ay 是ay的方向 那么 我们把这个 这个值取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是ay 方向 那这个呢 这个词数 负号还是负号啊 这个呢 负号就变成正号 所以你这个地方啊 是正阶还是负阶都没关系 反正 最后它是complex conjugate 这个地方 都存在 这个一定消掉 这个一定消掉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那么我们把这个 transmission wave 它的 power density的average value 把它写出来 你规规矩矩的把这个词子写出来 每一次你都要把它写对了 这样子呢 对你才有益处了 所以 它就等于 et 就是这个 这个我 没有向量 只是写它的 大小 你再把方向带进去嘛 ax嘛 这个是ay嘛 ay ay 不是et et ay 看看 et是ay 对 不是这个呢 它有两个分量 这两个cross以后呢 这个 ax cross ay 就变成az 但是这个az这一项 这个正好怎么样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跟这个一乘了 变成1了 那这个就是变成 exponential 负2j 负2 beta2 x 这是real real 好 那现在就 这个也是real 这个平方也是real 因为这个 跟这个 这个是complex conjugate 所以这两个层一定是平方 那 这个cross 这个 因为它有一个j 是表示是虚数 我们取real就没有了 那就是 这一项 cross 这一项 az z cross ay 变成负ax 负负得正 得正 所以它的大小是 282 282 根号2 eot平方 成是exponential 负2j beta2z 好 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把 beta2带进去 beta2是这个 二分之跟二 二跟二约掉 所以 average density power density 是这个 这个 ok 好 那么 那么 它这里 没有数字 我刚才题目上面有没有 告诉我们是 有volt meter 所以你这个地方 不是这是 w per m平方 就是瓦特 per meter square 这要写上去 瓦特 per meter square 好 从以上的结果 我们看 平均功率密度的表示 是里面 它有这一项 这一项表示什么 衰减 因子 它圆着Z方向衰减 传播 圆着X方向传播 但是它Z方向呢 它穿进去的 穿射波 那么随着Z增加 而慢慢衰减 所以 从界面到里面呢 到界值里头 衰减得很快 那么 至终变成零 波在界值二中 快速衰减 故电磁波 不能进入界值二 而是做全反射 到界值一 我们前面已经知道 它做全反射 前面的 我们有γ就知道 它γ等于一 绝对是等于一 由界电值一中的 总电厂得知 电磁波 是朝 Z方向 我刚刚有没有写错 应该是X方向 电磁波 这样子 这样子前进 它有朝Z方向传播的 有朝X方向传播的 但Z方向传播的 都已经没有了 都变成零了 所以就是朝X方向传播 所以我这个 这个又写错了 朝X方向 行进的 不均匀就是说 它入射跟反射 在Z分量形成一个 驻波 驻波的正幅 有大有小 随位置而变 因此它每一个位置 它的强度不一样 因为正幅不一样 所以呢 它在一个面来说 朝X去的这个 随之X面来说 在面来说 X面来说 它的正幅大小 跟X有关 跟Z有关 所以它是一个 不均匀的平面波 OK 所以它有时候 会讨论这些东西 讨论的话 你就要对波 了解 γ,tog代表什么东西 那么sin,θ cos,θ 值不能大于1 等等 你都要 都要了解 然后你才能够 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 评论 好,我们再看一个 例题 一个10kHz的平行极化 平行极化 电磁波 从空气 以入射角 θ t,θ i 等于88度 这个很大 几乎90度了 我这画的还不够 画的90度都看不出来了 斜向入射于海平面 这是海平面 这底下是海水 上面是空气 海水的参数告诉你了 是这个 还有它的 Electric conductivity 是四个 Siemens per meter 现在要求它的折射角 穿射系数 还有穿射的功率密度 与入射更率密度的比值 然后要问你 在海平面下 多深的地方 电场的强度 衰减成为 海平面的强度的 比这个减少30个分贝 好,那么 我们做这个题目呢 首先你就把这些 参数都写出来 空气当然没有问题了 YR等于1 μR等于1 σ等于0 那这个是海水的 好,那它是frequency 10个kHz 那就是1万个Hz θ i是88度 那Omega 我们要用到的 就是2πf 2π乘4个 乘4次方 乘10的4次方 radians per second 这是它的角频率 因为这个是导电的材料 它过进去会衰竭 那么这个导电材料 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好的还是poor的 就是不太好的 那我们就由它的耗损正切 来决定了 好,它等于这个值 y0 over y2 好,那么 这个算出来 Omega用这个带 然后这个是 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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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的4次方 远大于1 这个远大于 它也显示不出来 它这个电脑里头的 这个电脑 只适合文学院在用 显示海水 在这个频率的时候 它是一个两导体 两导体 那么两导体的 α跟β 都一样大 用这个带 这个要稍微 记一记 现在量导体 用到的机会 很多 那这就是π 乘上 一万个hertz 然后这个呢 14π 乘10的 负7之方 Henry 4个 你把这个算出来 它是0.397个Naper 你们都应该算一算 因为我算东西很容易出错 我这个计算 计算很有问题 你们要算一算 看看我算的对不对 那β2当然也等于同样的一个值 但是它的单位呢 是Rating Perimeter 好 那么ΕC 就是导电介质 它的自由主抗 因为它是量导体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带进去 1加J π 4 这一万hertz 乘上这个 被这个除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算出来 这个算出来 它是等于 这个算出来是3.16乘10的负2 乘π了 3.1416是0.099 1加J 所以这是一个负数 那你再把这个大小 就是1加1开根号 1平方加1平方开根号 乘根号2 这个不晓得对不对 你们回去check一下看看 好 那么ΕC是等于这个大小 然后我们有Snails Refraction 我们写成这个形态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怎么 这个应该是N1 N2 N1N2 然后变成Beta1 Beta2 这是原始的 我们最常用的N1N2 你把这个改一下 然后我们就求出来 SineC的T 等于Beta1 SineC的I OverBeta2 Beta1 是这个 我们知道了 SineC的T OverBeta2 然后这个 OverBeta1 OverBeta1 β2 0.397 那sinθi到哪里去了 几乎是90度 所以这个妈妈糊糊把它看作1好了 88度 你去calculator上面算了 差不多可以四射五入就变成1了 它是等于这个 sinθi这么小 那穿色角 你把这个算出来 0.03度 那cosθt呢 是等于这个 cos0.03 这个几乎是0了 所以它趋于1 问题就要你算θt 我们看穿色系数 穿色系数平行偏正波 我们就把这个写出来 这个都已经有了 cosθi也有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 eta2是这个 然后带进去 eta2 cosθt就当作1了 eta1 120πΩ 乘上 cosθi呢 那这个 那这个 和尚cθi是88度 这个几乎趋于0 几乎趋于0 OK 好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就写成 0.198 2 乘进去 然后这个下面呢 这个没有了 我们就把这个 算出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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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座标签算出来 然后比一比 然后这个就是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它是 它是一个 浮数 好 那现在我们就 看它的 average power density 它的 录射 录射坡 是等于这个 这个一定要记 这个我在讲 第四章的时候 就告诉你 很重要 很重要 那这个是 transmission wave 它的这个 average power density 因为它是一个 耗损介质 因此它 有这个 还有什么呢 它的 ceta 就是说它 a的 c 可以有大小 这是它的大小 这个负值 是它的 face 把这个 被ceta i来 这两个 除一 除 就是这个 除上这个 那 ceta t平方 那 eta呢 就是 eta1 over eta2 这是 etaC 这个应该写 etaC 了 于是我们 把这个东西 写成 它的 穿设系数 平方 然后 乘上这个 现在我们把 eta 0 是377 穿设系数 刚刚算出来 它的大小 是0.021 0.021 平方 我们就 给它平方一下 这个 0.14 然后这个 alpha2 带进去 变成这个 cos 45度 因为它是 量导体 它的 phase 是 phase 45度 于是 这个值 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再看 它从海面下 z从0开始 然后经过多远 经过多大的值 它变成减少 30个dB 这整个是一个dB值 负的 就是它减少 30个dB值 那我们就 把这个 你20除过来 就变成1.5 log10 等于 1.5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把它写成 负alphaZ log10 的 ipsal 和那个10的 exponential 要等于 负1.5 我们这样算出来 是等于 8.71公尺 它传播8.71公尺 它就衰减了 30个dB 30个dB 很可观 OK 好 这个题目就是 你回去check一下 这个我觉得有问题 这个是不是等于 这个 OK 回去check一下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 先试一会儿 就会 我们今天就会 完成 一个 公司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